HELLO 大家好 歡迎再次回到金魚都能懂的不適合5 今天 Amos 要跟大家聊一聊 另外一個 JS 的組件 另外一個 JS 組件其實也是非常好用 好老樣子 就是一個非常好用 好像每天講的東西都差不多 他就 他就這樣本來就很好用 你要我說什麼勒 好 我們來瞭解一下今天的 JS 組件 他是我們平常蠻常會用到的一個組件 就是一個所謂的收合的區塊 收合的區塊 收合的區塊我們 普遍會用在哪邊 像如果說資訊很多的時候 可能會做一個收合的標題 點下去之後他就會展開來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就是可能側邊的選單 或中間頁面的選單等等的 我選單可能太多了 我希望他能夠收起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用到 收合的區塊類似這樣的一個組件 我們馬上進入官網來看一下 到底在哪裡 好 收合的區塊的部分來說的話 收合的區塊的部分的話 我們直接進入到 DOCS 裡面 然後他也是一樣在左側的 Components 裡面 然後請你點選到一個叫做 Collapse Collapse 這一塊 那 Collapse 它的用法真的蠻簡單的 你就往下捲捲捲捲捲捲 然後就找到這個東西 他可以打開來對不對 可以打開來 好 然後就把它複製起來 有沒有 好 整個複製起來之後 我們回到我們的頁面當中 好 來去做貼上 老樣子 我直接給他貼在主標題的下方 就是稍微站位一下好了 讓這個標題能夠上面頂出一點空間 好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會是長成如何 這是沒有開到我們今天的例子 你20天了 還停留在上一個 好 那這樣其實就做完了 會不會太沒程度 好了 把這東西稍微整理一下好不好 這些東西我希望把它放在一個定寬容器裡面 不然講真的你也看不太出來 所以我們就設定一個container 然後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好 好 那這裡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好 我看一下 點下去就會展開來 點下去就會展開來 那這邊教你兩種使用方式 一種是使用超連結的方式來控制 一種是使用按鈕的方式來控制 但其實不管是超連結或按鈕 你都可以採用相同的控制方式 什麼意思 其實我們先從按鈕這邊來看 按鈕來講的話 它會使用一個DataTargo Collapse 以及一個DataTarget 然後接著用警號去對應到你要控制的對象 你要控制的對象的ID名稱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好 就是這個東西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把這整段呢 把它複製起來的話 然後在超連結這邊呢 我去給它相同的給它貼上 是完全可以有作用的 但是超連結提供給你另外一個運作的方式 就是直接在HREF裡面使用矛點連結 也就是它使用一個警號 去對應底下ID的名稱 那這樣的話也是一樣可以有作用 也是一樣可以有作用 好 所以基本上就二折一就好了 看你的需求來決定 你要用什麼什麼樣的方式來去做控制 所以一個收合選單大概這樣就 然後 做完 好像沒什麼程度對不對 我們換個寫法好不好 事實上 他只要用JS就可以去控制的話 那表示說不管任何標籤 其實應該都可以啦 我們來亂玩一下好了 好不好 我們來亂玩一下 我這邊隨便寫了一個DIV 大寫好 隨便寫了一個DIV 然後圍標管它 我就寫個AMS亂玩的 好 然後接著做什麼事情呢 我去把Button裡面的DataTargo 跟DataTarget 這兩個東西直接貼上去 看看能不能有作用 真的是亂玩 好存起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亂玩的 可以耶對不對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程式上面好玩的地方 那當然 不要隨便的亂玩它 搞不好你就會很壞掉的 好不好 所以當然這邊基本上是讓大家了解說 其實你在JS的控制方面 其實大概這兩個東西就可以控制了 主要是這個意思 沒有很難 OK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 假如說你的資料很多很多很多的 那你這樣去用 但是沒有問題 我把底下東西註解掉好了 都不要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主標題點下去就會有內容出現 這個可以想看看你會用在哪裡 好那再來在官方網站當中 也提供了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Accursion Accursion在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Accursion 這個東西就好玩了 它是多層的 表示說你可以同時間有多個主項目在這邊 然後你就可以讓它 同時間只有一個是打開來的 OK也可以收起來 那通常這個東西你看到長得那麼大 你就不知道要做什麼用了對不對 其實這個拿來做側邊選單挺好用的 那尤其是後台的人員 後端的開發人員 你可能要做一個後台的畫面 這時候你左邊的選單可能會非常非常的多 像什麼像我們現在componer一樣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這個東西你看 小單 componer 沒有 它是什麼 它是collapse 它不是 它不是Accursion OK 所以有發現了 好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Accursion 怎麼去使用它 Accursion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複製貼上 對 就複製貼上 好敷衍 好敷衍 好來複製起來 來上面這邊 好這個地方複製起來 然後回來貼上 越講越心虛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複製貼上總是會有一種 讓我覺得騙稿費的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貼上去 但是這個東西你貼上去之後 講真的它畫面很寬 真的 好不喜歡 我們去做一個兩欄的畫面好不好 讓它看起來是左邊的選單的那種樣子 然後右邊繼續是我的內容 所以我們這邊使用了一個RAW 我去放2比1 所以左邊是4欄的欄寬 右邊是Column4 右邊是8 OK 所以Column4 右邊就是8 好 接著我把我的這個Accursion 把它丟進來 丟進來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原始碼整理一下 好長 原始碼整理一下 不整理的話 講這個你後面寫一寫 可能自己就亂掉了 所以千萬把這個整理預言司碼的習慣 養成 尤其當你是新手的時候 好存起來 那我們基本上都做完了 就這樣 搞定 寫完了 收工 收工 好 OK 基本上大概是這樣 還有嗎 有 還有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在一個頁面當中 你可以看到有這樣的一個區塊 可是有沒有可能 還會有另外一個區塊 也是做出像類似這樣的效果 就是我同時間會有兩個收合區塊 同時間有兩個收合區塊的話 很重要 這個時候由於我們所有的原始碼 都是從官方網站所複製過來的 那這時候 重點來了 那複製過來會不會壞掉 來我把這個東西複製兩份 大家來看一下 我複製兩份 我左邊一份右邊一份好了 看看會不會壞掉 左邊一份右邊一份 為什麼 為什麼 左右同步了 而且還壞掉了 有看到嗎 這同時間全部都打開來了 壞的透徹了 怎麼回事 來上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在使用這個Ecclusion的時候 由於你從官方網站複製過來 所以表示說所有的原始碼 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必須要了解它的原理是什麼 Ecclusion為了讓你在同時間 只會有一個區域是打開來的 所以它在城市上面 做了一點點的小機制 在複製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class叫Ecclusion 並且它有一個ID名稱叫EcclusionExample 這個時候我們來看看裡面的項目 裡面的項目其實很眼熟 看起來我們之前好像有教過 卡片組件看到了嗎 卡片組件 並且它多了一個什麼 car header 然後car header 來再往下 最後一個car body car body很眼熟了吧 所以如果你忘記的話 可以回去複習一下 我們之前講的卡片組件 OK 看看它原始碼到底長怎樣 好了解了之後 我們會收合的區塊 其實就是car body這個地方 所以car body會被放置在哪裡 會被放置在 Ecclusion的這個收合區 如果這個地方不是很熟悉的話 稍微看一下結構 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好那沒關係 重點來了 我要去控制的是誰 我要控制在這個區塊當中 這整個大區塊裡面 只有三組資料 這三組資料同時間 只會有一個被開啟 所以我必須要知道 這個大區塊叫什麼名稱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底下這邊 它有一個叫什麼 就是這個Ecclusion的 這個項目裡面 有一個叫data parent 有沒有 爸爸是誰 有沒有 data parent 並且選一個警號 警號就是ID的意思 要告訴他Ecclusion example 所以 所以我每次摳過來的東西 都叫做ID 都叫做Ecclusion example 所以表示說我有兩個ID 有兩個ID 其實通常在程式運作上面 就是會出問題的 所以這邊我們基本上 是不能這樣子去做 OK 不能這樣去做 所以我們現在只需要 把這個東西去修改 讓它兩者能夠長不一樣就好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東西 把它改名叫AMS好了 好 蠻隨便的 還有誰 這邊總共有三組 對不對 最外面這一個 一定要改名字 那裡面的這第一組 一定要對應到 上面的這個外面的名稱 然後底下一樣 這樣會有Data Parent Data Parent 在哪裡 Data Parent 然後記得改掉名稱 然後再來 Data Parent 來AMS 好 所以我們這樣就改完了 所以現在目前表示說 我左邊的Ecclusion 跟右邊的Ecclusion 基本上兩邊的ID名稱 已經不一樣了 這時候 所以我怎麼還是壞掉的 我是沒存檔 存檔一下 看一下 怎麼還是壞掉的 尷尬了 我是沒有做好 來看一下 Data Parent 還有一個問題 來 再來 我們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忘了改 來 這個就是摳過來的問題 複製過來 就很容易產生這樣的狀況 來 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裡面的東西 其實等同於是Collapse 所以表示說 這個項目跟裡面是有連動的 等於說 我上面這標題是控制底下的內容 這時候你扣過來的東西 這兩邊所控制的ID名稱 是不是長得一模一樣 對 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這時候 我又必須要把這邊的ID名稱所改掉 剛才改的是爸爸的名稱 對不對 現在兒子的名稱也要改掉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Button 這邊 是不是會有一個 Data Target Collapse 1 對吧 那底下被控制的CardBody 這外層所包裹的ID名稱 就叫做Collapse 1 OK 所以把這個東西都改掉 這個叫Amos 1 OK 那底下這一塊 我把它叫做 在哪裡 Button Data Target 我就把它叫做 Amos 2 OK 無聊 底下把它改完 要拖時間 快點 Data Target Collapse 3 把它改成 哎呀哎呀 Amos 3 OK 這邊少了一個T 好 改完之後 來 重整 這個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你要去摳過來檔案 一定要去注意到 對方到底寫了什麼樣的東西 第三個壞掉了 我第三個字寫錯了 Amos 3 Mas 3 Mas 3 DHR ID 少了一個 好 只要拼錯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來 OK 左右兩邊可以分開控制了 所以假如說你在一個頁面當中 要使用到多個Collapse 以及所謂的 多個這一個Ecclusion的話 基本上就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千萬千萬千萬要記得 但我要增加新的東西也是相同的道理 我要再新增加一個區塊來講的話 記得ID名稱一定要改 OK 好 非常簡單 還蠻常見的 還蠻常見的 在吃螺絲什麼 本來還蠻常見的一個組件 OK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去玩看看 OK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點擊小鈴鐺 小鈴鐺裡面選擇全部 就可以收到第一手的影片通知 OK 那麼金魚都能懂得不說服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